我不是要惡性的A魔啊 欸閃退了是怎樣 當你喜歡的角色加倍 但是你卻抽到別隻 我們稱之為了歪 哈囉大家好 歡迎就收看 懸雲的實況 我是懸古烈 見麼晚一點 世界計畫繽紛舞台 Fishman還是Memiku 也就是ProSega啦 那我們久迴的回來玩日版喔 然後呢 我們這一次又要來抽卡啦 對 我們要來抽這個 日版最新推出的這個 呃 WS的新的活動卡喔 那我們這一次這個新的活動喔 這個有這個四星的凝凝啊 還有四星的絲 還有四星的M喔 然後是這個 夏日熱帶風格的衣裝喔 那 這次有凝凝又有M 我覺得我 該來抽一下 不過我們這次只有 60抽的機會喔 我也不知道他不會抽的啊 我 呃各位看官知道我很喜歡一個VTuber 就是彩虹色的熊貓人嘛 那他最近也開始在玩ProSega 然後他上次抽那個張人 他好像蠻喜歡張人的 他 他 他 抽到保底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嗎 就是 有這麼難抽嗎 就 抽抽看好不好 那 就 看看抽的如何啦 那 我們60抽 啊看能不能撈到 我是比較想要凝凝啦 那 如果沒有抽到凝凝 M也不錯好不好 那就是 看能不能撈到這兩隻其中一隻啊 那 那 我們就直接開始好不好 我們這一集應該是沒有要打歌啦 就直接來抽抽看啊 小小子抽一下 我這個是出門前拍的喔 我這個拍完 就要去上班了好不好 對 所以時間應該不會很長喔 這個看起來 我感覺是沒有四星喔 啊天啊保底 我都難抽嗎這遊戲 好像看到這邊沒有就是不會升格 就是一定就是你看到的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保底喔 我看熊貓文座也是一直抽到那個啊 抽到 保底 就是一個三星 我們只有60抽的機會也不開玩笑喔 雖然說我如果這一次沒抽到 我可能會 這個我甚至都已經有了 我可能會打歌撈石頭啦 對啊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嘛 我有興趣的角色大概就是寧寧跟宗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這兩個月突然又出 揍的新卡 我覺得應該是不至於啦 因為不是一兩個禮拜前才出 二十五十的卡吃嗎 欸有揍嗎 我忘記了 我只記得有瑞希 有揍嗎 我有點忘記了 如果如果 一兩個禮拜前才出 那短期內應該不會出啦 好啦第一個十抽喔 我是覺得說如果我60抽你 啊天啊 會升格嗎 我是說會出彩光嗎 我如果60抽以內就抽到的話 那真的是蠻歐的啊 這看起來好像也沒有 欸不會連兩次保底了 欸真的假的啊 這遊戲有這麼難抽嗎 這遊戲的機率不是跟邦邦一樣嗎 怎麼連兩次保底啊 欸這個是 欸這個是 這一次的嗎 我記得這個卡吃有Mekko啊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一次的 欸Mekko是三星的嗎 我本來想說如果我又抽到四星Mekko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表示他真的很愛我 但是一個卡吃應該不會有四個四星啊 我先看一下 Mekko是 三星吧 欸 欸我怎麼看那個 情報網站有寫 有Mekko 所以其實沒有 所以是我記錯了 好啦那我們還有四次機會喔 真的 60抽以內 天啊真的假的 連續三次欸 會不會出彩光 拜託啦 好像沒有欸 總不可能連三次保底吧 還有兩張 兩張三星 雖然這裡沒有好到哪裡去啊 雖然這裡沒有好到哪裡去啊 我不是要二星的A魔啊 欸閃退了是怎樣 抽到閃退是怎樣 反正應該剛剛那個 反正這個遊戲沒有升格啊 他在地板的光出現之後 直接就是你抽到什麼 所以我也不用再回去看了吧 他怎麼會這樣 好啦我們就繼續抽啊 他直接強制幫我結束欸 是要幫我縮短拍片的時間嗎 是不用這麼用心啦好不好 啊連續四次欸 欸可不可以出一下彩光啊拜託 有嗎 欸我 我是沒有想說60抽以內會出貨啦 但是你也可以歪跌的四星啊 啊不是3% 欸3% 3%你在33抽的時候就要出貨了 啊我已經抽40抽了 我說的出貨是出四星啦 沒有說一定要出當期啦 喔我抽到 我抽到不知道哪一期的四欸 欸我只剩兩次機會欸真的假的 你知道 該給我一張四星吧 欸真的假的 欸我現在 不知道該說什麼欸 五十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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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 呃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有點誇張 其實是有可能發生的啦 六十抽沒有四星這種事 但如果發生了 表示你真的很肥 欸瑞希嗎 好啦這個背景有揍啦 不愧啦 呃 我只剩一次機會了欸 欸他是 他寫五十的時候有四星確定 可是我已經 五十抽啦 他那個五十是指還有五十抽嗎 應該是吧 所以我還要再抽五十抽才有四星確定 喔一百抽就有PU確定喔 那其實不愧啦 我怎麼不會衰到三分之一的機會還歪到 三分之二的機會還歪到四吧 那我可能之後私底下拼個一百抽好了 欸不對欸好像要幾抽喔 到底是幾抽啊 那寫一百啊 那到底是 兩百抽嗎 欸一百五十抽 可能是一百五十抽吧 隨便啦 最後一次機會 你至少出個四星吧 啊你不是三% 喔天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欸等一下我等一下看一下機率 我記得這遊戲機率不是跟邦邦一樣喔 欸不是不是到二星靈寧啊 二星靈寧跟二星的 A母都抽到了 哪一棋的累啊 欸沒有欸真的沒有 所以到底是怎樣 他的五十是什麼意思 感覺是一百抽吧 就是如果我看那個條 那個 那個保底條 看起來是一百抽的時候 會四星確定啊 但是為什麼數字寫五十 還是我是要兩百抽 就是 你看PU確定 在那個位置 然後我的 你看這個 我看看游標 PU確定在這 數字寫一百 可是他離我這麼遠 然後我在這裡 那我是不是兩百抽才有PU確定 那我覺得我拼不到 除非課金啦 但是 我覺得 不太值得 一百抽有四星確定嗎 呃 我不知道 欸機率真的是 3%齁 欸60抽沒有 3%60抽沒有 蠻非的 真的蠻非的 好啦沒想到第一次 欸我上次 我之前很久以前 有抽一次40抽而已嘛 對啊這次抽60抽 就 就沒抽到 甚至一張四星都沒有出 我覺得真的蠻非的 好啦 呃 蠻失落的喔其實 整個非常的失落 沒有開心的感覺 好啦 我們這個第一次抽60抽 這個實況在那邊告一段落啦 那希望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相信AM5應該很多人想要 就希望你們可以歐收好不好 我覺得我 算偏非啦 好不好 好啦差不多這樣 我們這次世界計畫的實況 稍微先做到這邊 好啦那小明天的實況 就先做這邊好了 Let's go 好那小明天 我們就下次見 白鳴 バイバイ 我們就下次見